我的丈夫陈智芝是明阳四海的一级心理咨询师 专长是情感治疗 每天都有失了恋的女人去诊所找她疗伤 当年我就是这样认识她的 只经过几次治疗 智芝就让我彻底忘记了那个让我伤心的人 毫不夸张 不仅连她的样貌 甚至是姓甚名谁 我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完全被治愈了 但置之让我定期复诊 我开始依赖她 把生活中的所有烦恼 甚至工作上不如意的一些琐事 也向她倾吐 她很有本事 三两句话就能化解我心中的忧愁 直到就在 我们结婚六年半了 我还是习惯隔三差五像病人一样 坐在她把客房改装成的诊疗室里 诉说最近遇到的麻烦事 以及内心的一些感受 只知 最近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一谎言 已经人尽中年了 我真不敢相信 好像有人偷走了我的时间似的 难难 你过得顺遂 没有烦恼 自然觉得时间输地就滑过去了 不幸的人才会觉得度日如年 时光难挨 至之 我开始长颈纹了 你看到没有 这么深一道 真难看 前一阵 我还能用丝巾遮一下 最近天气热了 遮都没法遮 女人长了颈纹 一下子就看老十岁 我真害怕衰老 自从过了三十三 我觉得自己就在快速老去 难难 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美 杜拉斯的情人里说 比起你年轻的美貌 我更爱你那饱受岁月摧残的容颜 皱纹是岁月赋予你的成熟美 你比以前更有风韵了 而且 南南 我在陪着你一起老去 你看我眼角的皱纹 可比你的要明显多了 我坐在软沙发上 至之面对面坐在一把圈椅里 家中的诊疗室 装潢成了和诊所一样的风格 暖黄色的壁纸 浅紫色的纱帘 至之说要给病人一个温馨的诊疗环境 靠墙立着一面很大的木质书柜 里面摆放了一些心理学的书 和一排排用文件夹装订成册的病人档案 我从来没去碰过 我知道那是客户隐私 灯光昏黄 映出人的影子 不大的空间内似有暧昧的氛围 至之说 病人普遍缺乏安全感 灯光不能太亮 我继续说 男人才是越老越有魅力 我们老总五十多岁 小孩都快结婚了 年初 商务部招进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研究生 成天围着老总献殷勤 上个月 他们一起出差 同行的同事回来偷偷告诉我们 说有天早上 看见女研究生 从老总的套间里走出来 光着腿 身上只套了一件白衬衫 男男 你什么时候开始热衷八卦了 至之 来找你做咨询的女人那么多 你会不会有一天 移情迭恋 你的小脑瓜里 整天都在想些什么 智之从圈衣里出来 从咨询师的角色转变为我的丈夫 她贴着我在沙发上坐下 抱住我 深深地吻我 从我们相识到就在 我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吗 心都给你了 男呢 我沉醉在她的吻中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堂妹的男朋友 顾航死于溺水 他们一起去菲律宾旅行 在海岛游泳时 她小腿抽筋 人急速下沉 等救生人员把她捞上岸时 已经没有呼吸了 平辈中堂妹和我关系最要好 我陪她参加了顾航的葬礼 他们虽然没有结婚 可是从高中开始恋爱 算一算也有六七年了 感情深厚如至亲 堂妹小音跪在顾航的墓碑前痛哭 责怪自己 都是我不好 是我要去菲律宾玩的 是我拉她下海 是我贪玩 只顾自己玩水 没注意到她有异样 我陪她跪着 搂着她 扶她后背抚慰着 这是个意外 不要自责 不怪你 不怪你 男姐 我跟小航原本商量好 从菲律宾回来就结婚的 婚纱都选好了 天意弄人 以为会和你携手一生的人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 从世界上消失了 一切毫无征兆 猝不及防 这灾难太大了 我竟不知如何安慰 葬礼过去几天后 我得知小音的状态很不好 她上班的时候 心神恍惚 不能集中注意力 所以主动请辞了 顾航的死 是她心里始终无法释怀的事 像沉重的石块积压在那儿 逐渐演变成情绪的慢性病 只要想到就会崩溃 没有药 好吃的她也吃 朋友约她玩她也去 可是食物 娱乐 世上一切的治愈系都是药不对症 隔靴搔痒 她无法控制疯狂的思念 无法阻止精神崩塌 也吃 也玩 也哭 我吃惊于自己能够感应到小音的内心世界 产生共情 那么幸福的我 甚至连上一次哭泣 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却好像对爱的伤痛 能够感同身受 大概身为女人 在感情方面 都是心灵相通的吧 我和智芝谈论了小音的事 然后把小音叫到家里来 要她接受心理治疗 智芝每周三天在诊所上班 剩下的时间都在家里接待病人 智芝给小音建立了档案 要她每周来一次 他们治疗的时候 我都在上班 但事后 我会关心小音的治疗情况 她的状态怎么样了 有没有好一点 陪伴了六七年的挚爱 突然离世 对小音的打击很大 巨大的痛苦 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冲刷 我所能做的 只是引导她 怎样看待这件事 如何以正确的态度 面对以后的生活 我会教她 在心里那根弦绷紧的时候 怎么松弛自己 但她还没有掌握好 为什么不直接用催眠疗法 陈志芝一生最善催眠术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她就是凭着这个本事 在心里界声明确起的 她不同意 她说 如果要她遗忘 还不如让她死去 她说 与顾航相爱 是她前三分之一人 生活着的最重要的意义 爱 是女人活着的最重要的意义 我懂小音 小音心里的那根弦崩断了 被发救的时候 她泡在浴缸里 双眼紧闭 手垂着 手腕上有很深的割痕 一浴缸的水都红了 禁浴在温水中割腕 等待血液流失 身体不会觉得很冷 这是痛苦最少的自杀方式 但痛苦是留给活着的人的 在失去顾航以后 小音怎么忍心 再让爱她的人 去承受失去她的痛苦呢 还好发救得早 小音的生命被抢救回来 住了几天院 我对志志说 必须采用催眠疗法 让小音忘记顾航 忘记爱也是忘记痛苦 没有病人同意 我不可以这样做 志志说 我会让她在同一书上签字的 我说 趁小音身体还没恢复 在病床上昏昏沉沉的时候 我骗她在同一书上签了字 等她出院 我把她带回了家 让她在我这里暂住 好方便志志为她做心理治疗 志志对我好 对我的家人亲戚也都好 在治疗之余 她对小音照顾有加 记得小音爱吃冰淇淋 她就批发了一箱哈根达斯塞满冰箱 她亲自给她手腕上的伤口换药 包扎 我很感激志志 她本没必要做到这样 不仅对妻子温柔体贴 连带对我身边的人也这般细致周到 这样的丈夫就今恐怕绝种了吧 催眠疗法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小音会笑了 并且笑得露出牙银 自艺 纯真 如同十七八岁的少女 催眠是要她忘掉与故行有关的一切 先忘掉音 后忘掉果 这是有先后顺序的 忘记相识 忘记相知 忘记相恋 一点一点的 最后忘记她的死亡 将她的整个人 全部遗忘干净 陈志志的催眠术 天下闻名 一场催眠 就像一台外科手术 打开脑子 取出海马体和大脑皮层中 患者想要扔掉的记忆 志志从不失手 她的催眠术 比时间更加有效 痛苦是因为回忆在纠缠 把她们的力 痛苦也就不复存在了 小阴最美好的六七年 都会在志志的催眠术中消灭 这是消除痛苦的代价 由于遗忘的岁月太多 小阴的心理年龄 也会逐渐退回到认识故行之前 成就出少女的精神状态 这就像是一台大手术后的后遗症 不过这没什么 只会让她更可爱烂漫而已 志志说 治疗进行得很顺利 再做两次催眠 小阴的case就可以结束了 催眠疗法真神奇 小阴是我看着长大的 这丫头可重感情了 要是没有我们伟大的 沉挚之医生 真不知道她要过多少年 才能走出顾航死亡的阴影 我夸她 来找我做心理治疗的女人 大多都很重感情 置之表情一变 脱下金丝眼镜 搂住我 怎么 我很伟大吗 楠楠崇拜我吗 用你的身体向我表达 最近我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吃东西没胃口 有时候还恶心想吐 我刚想告诉芝芝 但转念一想 这不是怀孕的症状吗 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好像已经推迟一个多月没来了 我是不是怀上了 以前我和芝芝都忙事业 谁也没想生孩子的事情 直到去年体检 医生提醒我 如果再不怀孕 以后当高龄产妇 生宝宝的难度和风险 都会增高 所以从那时起 我们就着手备孕 看多了备孕指导上 大头宝宝的图片 还有身边人的亲子场面 我确实想要孩子了 婚姻幸福 再生个小孩 人生就完满了 怀着期待 我请假去医院做检查 结果很快出来 我果然怀孕了 而且已经七周了 宝宝的胎心都已经成形 离开医院 我直接回家 想在第一时间 把怀孕的消息告诉芝芝 我看了看表 此时是芝芝在家 接诊的时间 我掏药室轻声开门 听到诊疗室的动静 应该是芝芝正在给小音做催眠 我怕打扰他们 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经过诊疗室 房门虚掩着 我从缝隙中看到 芝芝在圈椅里正经微坐 小音则平躺在沙发上 闭着眼睛 看起来就像在睡觉 你看到了什么 芝芝向她发问 我看到一个箭说的 晒得有黑的大男孩 在海里游泳 从自游泳变换成洋泳 潇洒自如 像条鱼一般灵活 我看到她的小腿抽筋了 她呛了好几口水 惊慌中挣扎着双臂 人沉了下去 我看到穿红色T恤的救生员 急跑下海 奔游向她溺水的位置 但是找不到她 找不到她 我想叫她的名字 小音在催眠状态下低语道 仿佛梦义 她是谁 你认识她吗 我不记得了 好像认识 不 我认不出来了 你难过吗 有一点 我害怕别人在我面前死去 哪怕是不熟悉的人 她微微皱眉 就在你不在海边了 你回到陆地上 回到家里 妈妈做好了饭 再等你回来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 醒来吧 小音 智芝的言语似有魔力 讲完 小音就醒了过来 她从沙发上坐起来 神色仍略带不安 智芝把小音之前吃了一半 放在桌上的哈根达斯 递给她 小音放松下来 接过冰淇淋 认真吃起来 她穿了一件 纯白的网球裙 弹力材质 裹出玲珑有质的曲线 我发旧智智的眼神 按下来 视线榴莲在小音的大腿间 慢慢上一道胸口 再上一道 正在舔咬冰淇淋的 湿润的小舌 她从圈衣里起身 猛然压向小音 喘息着低声道 宝贝 让我尝尝你的冰淇淋 小音吓坏了 手中的冰淇淋 啪哒掉在地板上 我愤怒的泪水同时滴落 推开门 我大喊 你疯了吗 陈芝芝 她是我的堂妹 陈芝芝听到声音转过身来 我上去一巴掌打掉了 她的金丝眼镜 这道貌黯然的伪装 我为小音收拾衣物 让她住回去 陈芝芝拉住我的手 说 她还需要做最后一次催眠 消除对顾航 最终遇难的印象 让我为她治疗完再走吧 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啊 南南 别叫我的名字 你让我觉得恶心 我甩开她的手 我怎么敢让她 再跟你共处一室 你在猥亵她怎么办 你就在旁边待着 看着我的一举一动 这样还不行吗 我就在知道自己罪大恶极 但身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医生 我必须要完成我的治疗 让病人康复 你应该站在小音的角度 为她考虑一下 站在小音的角度 为她考虑一下 陈芝芝 我就是为她考虑 才不能让她再面对 你这个衣冠禽兽 你是基本上治好了她 可你又对她 造成了新的阴影 唐姐夫对自己上下其手 这对她的人生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她会忘记的 乔南 她会忘记的 我恍然明白 这恐怕才是陈芝芝 坚持要为小音 做最后一次治疗的 真正目的吧 在催眠的过程中 让她遗忘被性侵的经历 你是个魔鬼 我犯了错 我需要一个机会 去消除这个错误 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这对我们都好 乔南 理智点 你就再让小音回去 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局面 你好好想想 所有的亲戚都会知道 我的丈夫背叛婚姻 想要和小姨子通奸 我会成为家族的笑话 甚至耻辱 不 哪怕我之后 决定和陈芝芝离婚 也不能把这桩丑闻 摆在台面上供人耻笑 我答应陈芝芝让小音 做完最后一次治疗 我甚至配合她 坐在一旁安抚受了惊的小音 好让她松弛下来 这样陈芝芝的催眠术 才能起效 她又拿出了专业态度 引导小音 进入催眠状态 小音 把手伸出来 像这样 陈芝芝做示范 把右手的手掌往上翻 闭上眼睛 把右手的手指缩起来 像端着一桶沙子似的 同时 左手的手腕放轻松 就好像手腕绑了很多的气球 专心想象一下 左手的气球越来越轻 并开始往上升 往上抬 想象右手变得越来越重 并开始往下沉 往下掉 深呼吸 吸气 吐气 全神贯注去想象 小音睡着了 陈芝芝通过让病人 在催眠状态下 回忆不堪的往事 从而忘却这部分往事 小音再次醒来之时 看到我在场 一副吃惊的样子 旋即笑嘻嘻说 南姐 你怎么进来了 陈大医生做治疗的时候 不是不允许有第三个人在场吗 看来他真的已经忘了 你为什么来找我做治疗 陈芝芝站起来 明知故问道 为什么 我不记得了 我一定有些不开心的事情 想要遗忘 对吧 陈大医生是不是治好了我 我姐夫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医生 南姐你好幸福 小音一脸崇拜地仰望着陈芝芝 我让小音的爸妈扔掉了所有跟顾行有关的东西 小音的心理创伤连根去除 就在需要面对惨痛就实的人是我 我该怎么办 离婚 还是像大多数女人对待丈夫外遇的态度一样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宝宝有胎心了 我绝不会打胎 我这个年纪需要一个孩子 我一直自认为和陈芝芝的感情 比一般的夫妇都要浓厚 我们从不吵架 如果产生不同的意见 陈芝芝几乎总是迁就我 医顺我 作为心理医生 她自然情商极高 会甜言蜜语 而不只是甜言蜜语 她在行为上也是个体贴的丈夫 我回想这些年 只要逢她在家接诊的日子 她本可以多睡一会儿 但她都会和去诊所上班时一样早起 给我做夹蛋加奶的营养早餐 送我去上班后再回来 我喜欢在深夜里看恐怖电影 她经常抱着我看 看完我吓得睡不着 她会耐心地给我做心理安抚 我记得上个月和女友们聚餐 大家都是从学生时代 就玩在一起的同龄死党 其中一位晚婚 前年才领证 她问我们 结婚以后 男人是不是就没兴趣身吻了呀 其他女人们点点头 纷纷表示 结了婚这是正常的变化 我却在心里说 才不是呢 智芝每天早晨都会吻我 结婚六七年 仍每天深吻的夫妇少之又少 我为我们之间的恩爱深感自豪 同时觉得自己更爱智芝了 陈智芝对我是有心有情的 可这一点一滴爱的证明 就在全变成了扎在我身上的尖刺 如果要硬生生拔出来 我大概会伤得体无顽肤 血肉模糊吧 我怎么都想不通 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 为什么会突然丧失理性 竟然能对自己妻子的堂妹下手 她把我置于何地 把我们多年的感情和婚姻置于何地 陈智芝说自己是一时泛魂 一时坚决的小音 很像二时出头的我 她求我原谅她 怎么原谅 无论如何 我过不了这道坎 心魔作祟 只要一想到当时的场面 我都恨不得杀了陈智芝 爱越浓 恨越深 我无法面对她 要搬去客房睡 她说是她做错事 要搬也是她搬 她收拾了铺盖睡到客房 我们在同一套房子内实行分居 我映下心肠 当陈智芝是空气 不跟她说话 也不给予她任何回应 我想先各过各的 但陈智芝很会磨人 她做双人份的早餐 给我放洗澡水 不管我理不理睬 都会在开空调的时候 叮嘱我拿毯子盖着膝盖 在雨天叮嘱我带伞 一晚 我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脑海里不断循环 交叉播放着陈智芝对我的好 以及她垂涎于小阴身体的画面 我太矛盾太痛苦了 内心备受煎熬 整个人全缩成一团 抽烟不止 就在这时 我感觉到有重量压到了床的另一侧 是陈智芝 她侧身 紧贴我的后背 手臂伸过来 用力搂住我 我扭动着想要挣脱 被她压制住了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我会心疼的 她把头凑到我的脖梗处 贴着我的耳朵说 我帮你忘掉她 好不好 南南给我一次机会 也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们会和从前一样快乐 相爱 我不能原谅她 却又永远不可能摆脱她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们早就完完全全地渗透进了彼此的人生之中 生活点滴都会映射出对方的影子 如今我还怀着她的孩子 她的骨穴已经溶进了我的骨穴里 若要分离 必经包皮抽骨之痛 留下终生的后遗症 我不敢 我不敢 除非智芝能用催眠术 让我完全忘记她 但她不可能这样做 她要我留在她身边 我不再挣扎 哭得撕心裂肺 陈智芝激烈地吻我 她知道我放弃了抵抗 默认接受她 接受催眠 我的心情很难平静 八月底 她事先让我泡了香薰浴 教我做了会儿冥想 做足准备工作 我们才开始催眠 男男把手伸出来 右手的手掌往上翻 闭上眼睛 我逐渐松懈 被陈智芝的语言 引导至潜意识开放的状态 却忽然感觉到腹部有点疼 是胎动 我清醒过来 但没有睁开眼睛 我假装仍在催眠状态中 配合她的提问做出回答 陈智芝没有发就异常 在这过程中 我一直感受到宝宝在动 可能在伸手 踢腿吧 碰触到子宫地 让我产生了一丝丝痛感 心里却油然而生久违的喜悦 也许宝宝带来的生机 能让我不用通过催眠 也能挺过去 以后我会把注意力 都放在宝宝身上 陈智芝带给我的痛苦 会逐渐从我的心绪中淡出 催眠结束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陈智芝大医生催眠失败 且不自知 她以为我忘了该忘的 我们又回到了以前 我告诉了她怀孕的事情 她很欣喜 不住地亲吻我的肚子 给我熬乌鸡汤 我说 智芝 你要忍耐好久了 孕期要克制同房 为了宝宝平安 就忍几个月 她摸着我的肚子 在我耳畔说 虽然我每天都想疼爱你 你会不会去找别的女人呀 瞎说什么 男男 我做过那种事吗 陈智芝看起来生气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我表面上平静无栏 心底里一声冷笑 我不再相信陈智芝 我网购了摄像头 趁她出门 在家中的诊疗室里 寻隐蔽位置安装好 搭直连 我在手机上 就能看到诊疗室内的情况 公司人多眼杂 我会在闲时避开同事 去楼下的咖啡厅待会儿 看一看摄像头 实时拍摄的画面 没出几天 陈智芝的无耻嘴脸 又暴露在我的眼下 一个病人客户叫杨梅 看得出和陈智芝私交甚好 一来就打去调侃 她穿了一件大开口的V0短裙 她躺下来做催眠 陈智芝瞥了一眼她的身体 深呼吸道 杨小姐 你不是来做治疗的 你是来考验我的吧 催眠晚 杨梅起身说 饭点到了 饿不饿 和我一起吃午饭吗 嗯 我只想吃一样东西 什么 吃你 陈智芝爬上沙发 我颤抖着关掉 迅速跑进洗手间 趴在马桶边 吐得天昏地暗 我要报复 我把银迷的画面保存下来 找到她就职的诊所去 她是这间诊所的合伙人 是小股东 大股东叫赵岳生 不仅是陈智芝的半个老板 也是她的大学同学兼多年密友 在她的朋友圈子里 我最熟悉的人就是赵岳生 那天陈智芝不用去诊所 我直接去了赵岳生的办公室 把视频片段播放给她看 没想到赵岳生非但没有震惊 反而流露出一丝无奈 乔南 这不是你第一次为了陈智芝的事来找我了 我还以为你早就已经接受旧食 肯容忍老陈的风流 上次我们一起在我别墅的露台上烤肉 气氛不是很好吗 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些事 你说什么 老陈每天都在为那些为情所困的女人愈合伤口 他们很容易爱上她 老陈有时候经不住诱惑 是难免的事 你看开一点 据我所知 老陈对你还是很好的 没想到你跟陈智芝一样不要脸 一秋之河 难怪能成为老友和搭档 哎 如果骂人能让你解气 你就骂吧 乔南 我知道你来找我是出于什么目的 但是于公于私 我都不可能踢走老陈的 陈智芝在催眠领域矿谷一人 她是给我面子才来我诊所坐诊 诊所每年盈利的百分六十都是她创造的 别跟我列举她的丰功伪迹 我不想听 我问重点 赵岳生 我以前这样要求过你 是吗 半年前 你也是这样跑来找我 你不记得了吗 乔南 说真的 我挺同情你的处境的 老陈他太 后面的话 我都没注意听 半年前 陈智芝的出轨史 原来远远流长 很可能我半年前 就抓到过他出轨的证据 而他利用催眠术 让我丢失了这段记忆 原来赵岳生 一直都了解陈智芝的男人本性 可能不止赵岳生 说不定还有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只以为我是隐忍大度 假装不知道 啊 从前自诩幸福的女人 原来一直是他人眼中可笑 可怜的对象 我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中 像是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 我所处的世界不是真实的 它经过了剪辑 只留下了美好的 可供播出的部分 有人会像楚门秀的导演克里斯多夫一样 认为这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 不 不是 这是断章取义 是欺骗 可悲的是我报复不了他 我们之间力量悬殊 我再去宣扬 只会把自己置于更可笑 更可怜的境地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陈志志刚送走一个女客 我观察打量他 身上的衬衣有点皱 我开始联想飞飞 再一看到诊疗室里 那张宽大的黄色软皮沙发 我又恶心反胃了 陈志志走过来 俯身把他的额头 贴向我的额头 捧着我的脸 轻声问 你脸色不好 是不是病了 有哪里不舒服吗 楠楠 有点想吐 是认身反应吧 我忍住想推开他的念头 正好 我买了点糯米 我去给你熬糯米汤 意气何味 可以直偶的 陈志志去了厨房 我走进诊疗室 忽然生出一个念头 想从书柜里找到自己的档案 看一看过去的诊疗记录 一排排文件夹的侧级上 贴着白色标签 标签上写有治疗者的名字 我搜索了两排 这才发就了自己的名字 乔南 八年前建的档 纸张都微微泛黄了 我打开第一页 上面有我第一次的就诊记录 内容大意是 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 他起初骗我说自己是单身 对我紧追不舍 给了我一段很浪漫的时光 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爱的感觉 后来她的妻子找到我 上来就骂我打我 我被推倒在地上 尾椎鼓裂了 但身体不觉得疼痛 只觉得心痛得要死 想要忘记这段感情 纸上记载的事情 我没有留下半点印象 我细细读着 像是再读别人的故事 后面写了我每一次催眠后的疗效 一个疗程之后 我就彻底忘记了 自己曾做过第三者 再往后翻 是我疗愈后 仍定期去向 陈志之倾诉心事的一些记录 无非是工作上摔的跟头 糟糕的人际关系之类的小事 都很简短 记录到我们确认恋爱关系的时期 就停止了 陈志之不再把我当成病人 而是女友 我的诉说变成了私人性质 无需再进行记录 最后面是一行行日期 第一行是六年半以前 我们大婚的前一周 旁边标注 深度催眠 一共十一行 倒数第二行 正是半年前 最后一行的日期 是今年的八月三十一日 每一行都在右侧写明了 深度催眠 五雷轰顶 文件夹从我的手中滑落 十一次深度催眠 我曾十一次发救过他的出轨 我曾十一次心痛欲绝 十一次给他机会 忘掉他犯过的错好 让他再一次伤害我 出轨距无限次上演 被背叛的痛苦 也将在我身上 无限次循环 陈志之是个魔鬼 恨意弥漫 我感觉心脏撕裂一般的疼痛 下腹痛得更厉害 一阵阵的静挛 在支撑不住之前 我抖着手将档案放归原位 艰难地挪到保险箱旁边 故意弄出动静 南南 你怎么不好好休息 来这里干嘛 不出所料 我很快听到 陈志之略带紧张的声音 他站在门口望着我 结婚证在里面 我要离婚 陈志之一愣 接着脸上浮救出惊恐 你流血了 我顺着他的视线 低头一看 鲜血从我的腿间鼓鼓流出 蔓延到了地板上 我的孩子没了 唯一的寄托也流逝了 我心如死灰 失去孩子的痛苦 淹没了其他一切的痛苦 我觉得冷 觉得全身疼 只知 抱我一会儿 我凭本能换他 他俯身抱紧病床上的我 反复说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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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声音哽咽了 歉意是真的 过了两久 我问他 杨梅的事怎么解释 我去找赵月生 他说 还有半年前 如果你不爱我了 就离婚吧 一想到你有别人 我就止不住难过 我在他怀里生生啜泣 伤心是真的 眼泪是假的 只恨我识人不清 如今以泪洗眼 他将我抱得更紧 声音里像藏了十二分悔恨 南南 别提离婚 我爱你是真的 我们这些医生 在职业光环的笼罩下 很容易受人崇拜 两次都是女病人引诱的我 我只是凡夫俗子 这样的诱惑太大了 求你别离开我 瞧 这就是我爱的丈夫 出轨得如此理直气壮 谎话信手拈来 我按捺住心头泛起的恶心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对我好 又背叛我 让我舍不得你 又憎恨你 只知 我好累 连恨也没有力气了 会过去的 南南 会过去的 我 再给你做一次催眠 连这件失去孩子的事 一起忘记 好不好 他小心翼翼地问我 好 我一口答应 他松了口气 面露喜色 我又壮丝不经意地问 知知 你真的是第二次 给我做催眠吗 他轻拂我的头发 围着两次 往后 我会让你继续做天底下 最幸福的女人 我企图从他眼底 看到心虚 可惜没有 以甜言蜜语哄骗我 于他而言 可能习惯了 催眠失败了 沉挚之一无所知 我们恢复到恩爱的模样 甚至更甚从前 深夜 他的手缓缓地攀上我身体 温热的触感 让我瞬间 激起了一层战力 这个男人让我隔应 我慌忙坐起来 扭捏不安地从床头柜里 掏出一份诊断书 致知 这几天我感觉小腹痛 医生说我需要调养 暂时不能同房 这个借口天衣无缝 毕竟刚失去孩子的女人 有些小问题很正常 果然 他毫不怀疑 恋爱地吻我的嘴角 真是难为我了 这么美的妻子在身旁 却能看不能吃 我故作娇羞地 轻垂了他两下 接下来 只等他固态萌发 坐回那四处留情的肿码 不出两个月 陈志之难以管控的欲望 找到了排泄口 对方又是他的女病人 顾盼生辉 摇曳生姿 治疗还没彻底结束 他就迫不及待 跟人滚到了一起 或许是许久没长 背着我偷欢的刺激感 他就像干柴碰上了烈火 欲望燃烧得格外猛烈 我在摄像头笔端 冷眼看着一切 我的丈夫啊 请你好好 享用我赠你的 最后一件礼物 一场云雨结束 女病人勾起蕾丝肩带 对着眼足的陈志之 说了四个字 我有爱资 我看着陈志之脸上的表情 逐渐猙獰 掐住女人的脖子 为什么不早说 你也没问 谁让你这么急色 眼前上眼一出闹剧 看戏的我哭了笑 笑了哭 笑我婚姻如此 哭我如此婚姻 疯狂过后 陈志之慌忙买来阻断药 之后又跑去体检 等待结果期间 她陷入惶恐焦躁 片刻不得安宁 我洋装一无所知 竭力当好温柔贤妻 志之 你怎么了 是遇到烦心事了吗 我能帮你什么 她张了张嘴 没说话 眼底带着掩饰不住的懊悔愧疚 将我紧拥在怀 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她喃喃自语 卑微祈求的样子 可笑极了 但凡她能管好自己 何以如此 不久后 陈志之收到诊断单 确诊为HIV抗体阳性 我本以为她 至少会消沉一段时间 结果 她立刻彻底放纵 流连花丛 一个个约从前交好的女病人 夫妻多年 我终究是不够懂她 我分不清这些爱欲礼 藏了几分缠绵 又藏了几分抱负 就像一个坠入泥潭的人 最后的疯狂 想多拖几个垫背的 目睹她无数次肉搏 我已经能做到风轻云淡了 只在她们贪荒过后 偷偷每个告诉女病人 陈志之有爱滋 看着她们如丧考笔的脸 我施以安慰 然后诱导她们告她强奸 很快 我就搜集到了足够多的证据 只等一个契机将她捶死 这一天很快来了 陈志之找上了我的堂妹小音 就在她以为能染指成功时 堂妹火速掏出手机报警了 姐夫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姐吗 你让我恶心 这段时间 在我有意无意的暗示下 堂妹慢慢溢起了被催眠的记忆 当然也记起了 陈志之上次对她的猥亵 这次自然不能容忍 听够墙角 我适时推开房门 我适时推开房门 智之 小音 你们怎么了 陈志之没说话 柔了柔乌青的山根 最近她销售得厉害 面颊丧失了原来的饱满 好像只剩下一层体 附着在骨头上 一副纵欲过度 营养不良的样子 我又看了她两眼 越发觉得自己眼瞎 姐 这个男人刚才想强奸我 我报警了 我劝你趁早离婚 他不是好人 很快 警察将陈志之带走 我搜集的证据 到了起作用的时候 陈志之被判了十年 整个过程 她一直沉默少言 只阴沉着一张脸 我猜她肯定是觉得自己得了绝症 最近身体又越来越差 命不久矣 所以不屑辩解 一锤定音之时 她看着我说了句 对不起 不能给你幸福了 至之 我满含不舍叫她的名字 面上卑卑淒淒 心里全是暗喜 没想到报复她这么容易 只是给钱 让那个欢敞女子说了句慌 又伪造了一张诊断书 就轻而易举 由内而外摧毁了她 可能 她内心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四处乱搞的人 迟早会翻车 心病是最大的病 她认定得了艾滋 心生恶念四处纵欲想 传染给更多的人 一来二去掏空了身体 变得越来越雷弱 我永远不会告诉她 她没得艾滋 我要她在余后的日子 陷入自我折磨 陈芝芝把自己想得太聪明 自负又自大 把我想得太傻 只一朵依附她的兔丝花 可惜 我在背叛和欺骗中 长出了疗牙 我和陆泽相恋十年 从校园走到婚纱 生活琐事不曾消磨 我们的感情 十年仍旧如胶似漆 宛如热恋 我们是朋友艳羡的 模范夫妻 因而我从没想过 陆泽会出轨 夜已深时 床头的手机频繁亮起 我对光线敏感 迷迷糊糊摸到手里 是陆泽的手机 他睡得很熟 一点也没被惊动 平宝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 从我们的婚纱照 换成了个动漫人物 我输入自己的生日 却提示密码错误 困意消散许多 我坐起身 试了几次都不对后 突然有点焦躁 陆泽在我面前没有秘密 至少以前没有 好在他设了指纹 我一根一根手指是过去 总算开了锁 下一秒 如坠冰窖 是个粉色动漫头像发来的微信 陆泽给他的备注是颗爱心 那个头像和陆泽的平宝是一对 消息一条又一条 全是些带着撒娇口吻的碎碎念 你睡了没 我睡不着 很想你哦 在陪林婉姐姐吗 都不理我 林婉是我的名字 我只回复了一句 他睡着了 那边不断显示正在输入 却没有消息再发过来 我熄灭屏幕 看着陆泽熟睡的面容 依然英俊 只是褪去青涩 添了几分成熟的魅力 真好笑 我落魄时 他不离不弃 日子好过了 却有外遇 只能共苦不可同甘 我们竟也逃不过婚姻的七年之痒 陆泽选择了闭口不谈 他像是没看到那条消息 依旧体贴地准备了早餐 房间里有热腾腾的米香 一睁眼 陆泽就给了我一个早安文 你胃不好 今天熬了银耳粥 起来吃一点 他永远是这样温柔体贴 所以我才会付出我毫无保留的爱 校园相识相知相恋 毕业后一起北漂 他当时其实可以回老家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却选择陪我在阴暗潮冷的地下室里 捧着泡面做创业的美梦 生意场上的那些年 我胃不好 他就在应酬时给我挡酒 有一次硬生生喝到吐血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公司 买了车子房子 他选择当我的闲内住 学做饭承包一日三餐 我曾提议请个阿姨 陆泽很坚定地否决 说是亲自照顾我 他乐在其中 所以这些年的感情不是作为 我认为还有挽回的机会 我捧着周壮似无意 昨晚有人给你发消息 我帮你回了 只是普通朋友 你别多想 他温声回复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 却忘了撒谎时会频繁眨眼 我也不想挑明 有些是放明面上伤感情 我不喜欢他 断了 陆泽陡然激动起来 我都说了只是普通朋友 他是我的粉丝 欣赏我的画作 他能通过我的画 看到我的灵魂 你为什么总是不支持我的事业 他说得激动 眼尾甚至沁泪 我只是默不作声地喝完了粥 将碗填进了洗碗机 陆泽是个画家 在我未发家时 他就说要靠画画养我 然而到最后也没能实现 他自命清高 不肯临摹名家之作 一心想要自成一派 却没人欣赏他的画作 后来我事业有成 出钱给他办了很多画展 仍然没飘起多大水花 我不懂艺术 但也渐渐明白 陆泽于此 大抵是没什么天赋 但他喜欢 我就愿意出钱 甚至找人拍卖他的画作 来维护他的自尊 所以说我不支持他的事业 简直天方夜谭 你最好能把握分寸 陆泽最近很乖 但也许是藏得更好 总之我没有再发现 他跟那个粉丝的交流 而且变得很粘人 他对情势的热衷 让我有点吃不消 甚而提出了 想去做妇通手术 要个孩子 我第一次听见 就冷了脸 结婚前 我就很明确地提出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生孩子 那是我们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冷战几乎持续两个月 我半步不肯退 陆泽才不情不愿 去医院做了劫杂 如今就是重提 我仍然不可能同意 陆泽瞧我面色不好 就改成怀柔战术 频繁地缠着我给我看 各种可爱孩童的视频 按戳戳表示 有个孩子的家庭 是多么幸福 直到我松口同意 可以 但孩子要由你来生 他惊得一下子蹦起来 我是男人 男人怎么生孩子 现在的科技发达 移植人造子宫的成功率很高 既然你这么想要孩子 我们可以考虑 陆泽像是吞了苍蝇 面色难看 你不想要孩子可以直说 没必要这样戏弄我 我笑了笑 很早之前就说了 可陆泽一直没当回事 这些年我对他太好 几乎是有求必应 以至于他天真的以为 只要撒个胶膜一膜 就能让我松口 你根本不爱我 他气红了眼 单方面和我开启了冷战 我当然爱他 只是我更爱自己 无休止地争吵和冷战 只会消磨我对他的爱 只是我没想到 陆泽会找到我的父母 来给我施压 从公司回来时 本就满身疲惫 看到沙发上坐着的 那对中年夫妻 我脸色更差 后妈眼里有贪婪的光 毫不掩饰地打亮着四周 我爸拽了拽后妈 朝我看来 小婉 我都听小陆说了 你快三十的人 怎么能不要孩子 这不是胡闹吗 陆泽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着 他也知道心虚 低着头不敢看我 和他们本就没什么好说 我皮笑肉不笑 我要不要孩子不容你们操心 至少我不会生而不养 爸 你说是吗 我爸脸色 胀成猪肝色 陆泽过来劝我 被我一把推开 后妈嚷嚷起来 小婉 你怎么能跟你爸这样说话 他也是为你好 你不生孩子 财产都没人继承 话音还没落 他眼睛低溜溜转起来 要不你把房子过季给你弟弟 也算是后继友人 活久见 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我死了财产就捐给福利院 你们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那可是你亲弟弟 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怎么能不管 关我屁事 这是我家 你们都给我滚 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他们走后 陆泽善善地过来拉我 软着声给我道歉 他估计也没想到 分明是请我爸和后妈来催生 怎么就变成了寄予房产 我错了 我没想到会闹成这样 思绪飘得很远 我是农村出身 我妈生我时难产 两个月后 我爸就找了后妈 爹不疼 后妈更不喜欢我 弟弟出生后 我的日子就更难过 高中时干脆断了我生活费 我就白天上学晚上打工 硬生生熬到大学 才逃离他们 十来年没联系 我都快忘了那时候的苦日子 天知道陆泽从哪里 把他们请过来 陆泽见我没说话 就继续辩解 我只是太爱你了 才想要一个孩子的 心情不佳 我的耐心也实在有限 陆泽 我说了 想要孩子可以 你自己生 或者我们离婚 你去跟别人生 他气哭是我意料之中 翻来覆去 都是我不爱他的说辞 冷战继续 如果不是柳念念找上门 我还真被陆泽蒙在鼓里 小姑娘人漂亮又有朝气 约我在咖啡馆里见面 骄傲地像只孔雀 我喜欢陆泽哥哥 这是他第一句话 看我没什么动静 又追加了一句 他也喜欢我 我恩了一生 意料之中 毕竟从发现陆泽聊天记录那天 我就不怎么信任他了 柳念念咬着唇 很不满意我的态度 我能看懂他的话 是他命中唯一的灵魂伴侣 虽然你跟陆泽哥哥结婚了 但爱情里不被爱的 才是小三 我简直要气笑了 甚至想问问柳念念成没成年 这样的歪理当圣经信奉 怕是没救了 他说的话实在没什么营养 我低头联系我的律师 已经在考虑怎么分割财产 才能利益最大化 不至于让陆泽净身出户 毕竟他跟了我十年 总得念点旧情 分一套房还是可以的 有一搭没一搭地硬着 柳念念也看出我的敷衍 心一横 摸着自己小腹 放出个重磅炸弹 我怀了陆泽哥哥的孩子 他很快就会跟你离婚来娶我了 这话有趣 我瞥了一眼他平坦的小腹 笑意健身 陆泽知道吗 柳念念脸上飞红 我都不知道他对着我害羞什么劲 我会给他一个惊喜 惊吓还差不多 那陆泽有没有告诉你 他跟我结婚前 就去做了劫杂手术 所以我奉劝你 如果给他戴了帽子 就尽早说 他脸色一下子惨白 捂着自己肚子慌张极了 指着我阴阴哭起来 我没兴趣跟傻子多计较 停止录音 去找我的律师面谈 却没想到 此刻的陆泽 也在家中 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回家比预计中要早 我动静不大 陆泽站在阳台上打电话 全然没有被惊动 阳台是单面玻璃 我在客厅拨弄着离婚协议 准备他挂了电话 就让他签字 还没等我 伤春悲秋念及曾经 陆泽下一句话 却让我再也笑不出来 早做过妇通手术了 妈你就别唠叨了 婆婆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妈也是为你好 你要抓紧让林婉怀孕 最好是一举得难 传宗接代 妈才能对得起 你那早死的爹 知道了知道了 没生男孩有什么要紧 林婉生不出 还有念念呢 我跟陆泽结婚后 婆婆没少给我脸色看 她嫌弃我农村出身 家里又不帮衬 尤其是得知我让陆泽去劫渣 断了他们老陆家的香火 恨不能踢了老命 跟我打一架 发迹后 我念着婆婆孤身一人 抚养陆泽长大 给她买了新房 请了保姆 让她过着富家老太太的生活 也没换来半个笑脸 婆媳不睦 我不忍陆泽家在中间为难 多数顺从 好在只有年节时才见面 我也就无需过多忍耐 人心换不来人心 我真心对陆泽和婆婆 却被他们联手算计 焉能不恨 然而接下来的对话 才让我遍体生寒 妈你就放心吧 女人生产就是到鬼门关 等临晚生了孩子 不死我也给她下药 反正她爹不疼娘不爱 死了也没人追查 陆泽面上带笑 和婆婆畅谈 等我死后 要凭我的孩子 继承我的财产 离婚协议被我揉成一团 我爱的浅薄 爱陆泽的容貌 爱她的体贴 如今恨却生动 恨不能包皮拆骨 生蛋其肉 我以为的相爱 不过是我自己一厢情愿 原来枕边人 却恨不得我早死 抹了抹眼泪 总觉得自己不该伤心 因为不值得 因为该死的人还没死 我曾经刷到过人造子宫广告 那时只是感慨科技发达 如今却有用上的一天 不是喜欢孩子吗 既然觉得生产是鬼门关 那就自己来走一趟吧 陆泽挂了电话 转身看见我时 神色显而易见的慌乱 声音都在颤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已经平复好心绪 如今还没到翻脸的时候 没多久 刚刚在和谁打电话呀 陆泽见我连他和谁打电话都不知道 才松了口气 是咱妈 也没说什么 就说想我了 想来看看我 我果断应贺 到时候陆泽怀孕了 总不可能我照顾 就让婆婆来照顾他的宝贝儿子吧 陆泽似乎很感动 过来抱了抱我 晚晚 谢谢你愿意为了我让步 我看着陆泽的脸 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如果他肯坦诚相告 至少我不会做得那么极端 陆泽 你仔细想想 有没有瞒着我什么 他以为我是在说柳念念的事 颇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你别胡思乱想 我已经跟那个粉丝断脸了 晚晚 你要相信我 就这样 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晚晚 你知道我在你面前 没有秘密的 你不想要孩子 我都依你了 你不能再怀疑我呀 怎么好意思说断脸 柳念念朋友圈 没屏蔽我 多的是和陆泽 亲密相处的照片 我暗自叹息 自己做死 就怪不得别人了 偷偷掐了把大腿 我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 扑进陆泽怀里 我前几天去医院查过 我的体质不适合自然受孕 想要孩子只能试管 所以陆泽 你过几天去做妇通手术 我们去做试管 要个孩子吧 陆泽激动地抱着我 几乎要喜极而泣 但我知道 那不是对新生命 即将到来的喜悦 而是有了孩子之后 他就能名正言顺地 吞没我的家产 不过也是好事 喜悦冲昏了他的头脑 连我反常的举动都没细想 倒省了心思去圆晃 好戏一方登场 另一方怎么能缺席 柳念念断断续续 给我发了许多消息 一会儿说根本没有孩子 只是撒谎想让我心灰意冷自己离开 让我别跟陆泽乱说 一会儿说他一定能让陆泽踹了我 真爱才无敌 年纪轻轻 脑子就坏了 还挺让人同情的 我只是笑笑 他当然可以和陆泽有个孩子 毕竟取卵对身体伤害太大 我可是很爱惜自己的 我约了时间 要和他再见一面 我年轻又漂亮 你抢不过我 我看着花孔雀一样 打扮得柳念念 只觉得头疼 不想跟他争论 这些无聊的问题 开门见山 你想不想给陆泽生个孩子 他狐疑地看着我 你什么意思 来时就准备好了一切 我拿出伪造的报告 递到柳念念面前 我无法生育 但陆泽想要个孩子 柳念念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你要让位 我含笑看着他 顺着他的意思往下说 缠着不爱自己的人 确实没什么意思 只是陆泽到底算辜负了我 我要他受苦 柳念念皱起了鼻子 显然是很不满意 我爱陆泽哥哥 不可能让他受苦 我打断他的话 说明了下个月 要和陆泽一起去做事馆 陆泽打算装人造子宫 替我承担分别的痛苦 如果你愿意 这个卵子由你提供 等他生下孩子 我就跟他离婚 这中间漫长的痛苦 就算是陆泽对我的补偿 人造子宫 其实推行时间不长 对身体也有不小的损害 少有男性愿意去安装 柳念念听说 陆泽愿意为我装人造子宫 极度蒙蔽了他的心智 可小丫头到这时上脑子 却没那么糊涂 眼睛滴溜溜转着 你愿意就这么放过陆泽哥哥 在这个年纪 又叛逆的柳念念看来 爱情大过一切 越阻拦越没用 当然不愿意 所以陆泽不可能 拿走我一分财产 你往后跟了他 也只能过苦日子 得不到幸福 柳念念一击就上头 神色抵仪地看着我 你果然是个俗人 脑子里都是钱 怪不得陆泽哥哥不喜欢你 我只是笑 看着他百般夸赞自己 跟陆泽爱情的圣洁 画风一转 又提到陆泽那些被拍卖的话 你不懂 金字在哪里都能发光 陆泽哥哥自己办了那么多画展 他完全不需要你那些脏钱 金字当然会发光 可陆泽只是驮托不上墙的烂泥 那些卖出去的话 最终都回到我手里 因为从前不忍陆泽明珠暗头 不忍他的话被糟蹋了去 如今看来 却是错把榆木当珍珠 那些话连废纸都不如 柳念念最终同意了我的提议 像模像样地签了合同 还幻想往后美好的爱情生活 下周有人会来接你去医院 记得保密 不得不说 陆泽更适合当个演员 分明恨不得我去死 然而一面对我温柔体贴百依百顺 一面又抽出时间和柳念念相聚调情 夜晚 我难得下厨 笑吟吟看着陆泽 喝完一整碗汤 晚晚 这段时间你受苦了 等孩子出生 我们一定会组成一个更幸福的家庭 受苦 这倒没有 我不过是耽误了点工作 柳念念最近才是虚弱了不少 药效差不多了 陆泽眼前晕晕乎乎一片 他站都站不稳 跌在椅子上 陆泽叫了几声 我都没理 反而去开门 把医生请进来 来者高眉深目 一身黑衣 一看就不是正经医生 他叫江问 富家公子哥 有医术梅医德 成天游戏人间 是我生意场上认识的朋友 一进门就盯着陆泽桥 半赏对我摇摇头 你就这审美 长得还没我一半好看 我对江问的自得颇有些无语 陆泽却在此时叫嚷起来 他是谁 婉婉 你背叛我 我对你这么好 果然心脏看什么都脏 江问的动作比我更快 走到陆泽面前笑得恶劣 甚至拍了拍他的脸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江问 林婉的追求者 也是即将给你移植 人造子宫的医生 陆泽起先还愤怒 听到人造子宫 却整个人呆愣了 什么人造子宫 晚晚 我不移植 可惜陆泽也只能叫嚷 汤里加了麻药 他甚至没力气站起来 我也走过去 垂眸安抚陆泽 乖 你不是想要孩子吗 我说过的 要么你自己生 要么你跟别人生 不过我把两个选项融合 选择了让陆泽自己跟别人生 江问已经从箱子里拿出针管 准备给他注射麻醉剂 我不要孩子了 晚晚你放过我 晚晚 林婉 你这样是犯法的 看了眼地上撞似疯狗的陆泽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签署他名字的免责书 说你纯你还不认 拿到东西就乱签 看好了 合法合规 麻药逐渐生效 我把空间留给江问 他穿戴好无军服 朝我一笑 放心好了 不是全麻 保证他不疼死 也少半条命 手术很成功 陆泽也没少吃苦 据江问所说 他是疼晕了又疼醒 如此反复了三四次 我要给他转钱 江问朝我翻白眼 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 请我吃顿饭吧 之前怎么约都不给我机会 现在总该考虑考虑我 我回家时 婆婆坐在沙发上 脸色沉得吓人 应该是陆泽已经醒了 把一切都说出来 他看见 我像是见了仇人 扑上来要和我牛打 可惜年纪大了 岩野花 我一闪身 他就扑了空 摔了个狗啃泥 索性在地上撒泼打滚 可劲儿好起来 你个天杀的小泼妇 给我儿子戴帽子 还强迫他装人造子宫 我们老陆家 倒八辈子血霉 遇上你个灾心啊 他骂得难听 我也不想理 自个儿走进卧室 陆泽还不能下床 见了我目自欲裂 大概是恨不得立刻杀了我 林婉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你个没良心的 居然这么对我 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地上爬起来 怒气冲冲地进了房间 伸手要挠我的脸 我不惯他 从前和陆泽两相情好时 没受过委屈 如今还能被欺负了不成 一巴掌甩上去 老太太脸上多了个红印 婆婆显然是 没想到我敢打她 愣了半天 倒是陆泽叫嚷着 林婉 你敢打我吗 打都打了 还要问这么一句 我心里发笑 也顺便甩了陆泽一巴掌 戏没到收场的时候 还得接着眼 不然怎么让陆泽心甘情愿 受十月怀太苦呢 我拿出准备好的照片 全是陆泽和柳念念的亲密照 尽数砸在陆泽身上 把这辈子难过的事都想了一遍 才堪堪哭出来 陆泽 这就是你对我的好 要不是看在你怀着咱俩的孩子 我早跟你离婚了 陆泽和婆婆拿起照片 煞时说不出话 毕竟他们没想过柳念念当小三 当得理直气壮 什么照片都要发给我看 想让我这个原配自请下堂 陆泽喉咙里有色意 几次想要开口 晚晚 你听我解释 我哭得更厉害 仿佛戏精上身 解释什么 解释那么长 一根取卵针扎进我身体的时候 你在陪柳念念逛街调笑 开房缠绵 陆泽没话说了 他自知对不起我 直之无无 半天也没个所以然 倒是婆婆拿着照片看了几眼 又恢复士气 临晚 阿泽只是犯了小错 你至于这样抓着不放吗 要不是你先前不肯给他生孩子续香火 阿泽怎么可能被外头女人迷了眼 好不要脸的老太太 俗话说 打人要打脸 骂人必接短 陆泽从前和我说过 公共生前风流成性 夜不归宿在外面鬼混 都是常事 后来还和婆婆离婚 转头娶了小三 只是命不长死得早 陆泽还感叹是遭了报应 我抹了眼泪 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婆婆 您倒是大度 但公共从前犯这样的小错事 您怎么连我都不如 跑人家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 闹得鸡犬不宁 废法迎天 婆婆被我戳了痛处 气得蹊跷生烟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 陆泽听不下去 皱着眉指责我 婉婉 你从前不是这样的 怎么能这么跟咱妈说话 咱妈 陆泽你好大的脸 她又没生养我一天 从咱俩结婚起 就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 也配当我妈 一番闹剧 陆泽在床上掩面 婆婆坐地上撒泼 我没心思再看下去 刚转身准备走 陆泽不顾伤口下了床 抱着我的腿哭求 婉婉 我知道错了 是我鬼迷心窍对不起你 你别跟我离婚 就当 就当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舍不得你 我回头摸了摸她的脸 和从前一样好看 却让人看着就恶心 陆泽 你到底是舍不得我 还是舍不得我的财产 她眼神躲闪片刻 疯狂摇头 我怎么会是贪图你的钱 婉婉 我真的舍不得你 你别跟我离婚好不好 我笑意不达眼底 看着她还未隆起的小妇 还得给点希望 才能让她愿意继续 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吧 这段时间我要出差 我们都冷静冷静 走时我看了眼婆婆 好心提醒她 您当然也可以认为 儿子怀孕丢人 带她去打了这台 不过我得提醒您一句 陆泽已经没了生育能力 这是她 这辈子唯一一个孩子 不顾身后婆婆的咒骂 我走出房门 其实没什么工作要我出差 不过是随便寻了个由头 出去找清静 我去了自己的另一套房产 工作之余通过监控 看婆婆和陆泽的痛苦 我猜得很对 陆泽和婆婆 根本舍不得打掉这个孩子 婆婆认为 那是老陆家唯一的香火 她拼老命 也要护着这孩子 平安出生 陆泽则是还坐着 凭这个孩子继承我遗产的美梦 至少不能被净身出户 婆婆对自己的儿子倒是惊心 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直到孕中期长大的胎儿 压迫了陆泽的五脏六腑 成天什么都吃不下 她整个人都焦躁起来 逐渐暴露本性 对婆婆非打急骂 期间陆泽倒也没少给我打电话 不接就发信息 字里行间都是对我的愧疚和想念 字字情真意切 怕是说得他自己都快信了 然而通过监控 随着胎儿成长 陆泽经受的痛苦越来越多 背后对我的辱骂 也就愈演愈烈 陆泽怀孕五月时 婆婆终于忍受不住 她儿子太过娇气 竟是想办法把柳念念弄过去照顾 可怜小姑娘 还以为自己马上就有了上位的机会 屁颠屁颠地搬进去 承担起照顾陆泽和婆婆的重任 柳念念是知道实情的 初时看陆泽小妇的目光中满是爱意 认为那是他和陆泽的爱情结晶 每天变着法地给我发消息秀恩爱 说陆泽对他怎么好 让我一定要遵守承诺 孩子出生就离婚 我看着就没一日能消停的手机 感叹这俩不愧能睡到一起 更可气的是 我身边也有个禅人的 将问像块狗皮膏药似的黏上来 打着要抚平我心里创伤的幌子 成天送花送礼物 跟我公司的员工都混了脸熟 我明确拒绝过好几次 挑明了我没二婚的打算 他却仍旧嬉皮笑脸 说先排队也不迟 怎么骂都不走 我也就随他去了 我挑了个好日子去捉奸 彼时陆泽怀孕六月 腹部高高隆起 并奄奄地躺在床上 柳念念同样精神不好 眼底清黑一片 却还是强撑起笑脸 劝陆泽吃饭 男人怀胎是违逆天理 陆泽自然受了不少苦头 那些他认为女人就该受的苦楚 加倍还诸他身 垒跃折磨让他变得喜怒无常 但也可能是吃定了柳念念离不开他 在不复面对我时的殷勤讨好 我推门而入时 陆泽刚把柳念念推嗓到地上 此晚摔得粉碎 热汤星星点点见了柳念念一身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 太油腻的我不吃 连做饭都不会 我以后怎么娶你 看见我时 陆泽的话戛然而止 嚣张气焰 转变成委屈求全 晚晚你终于来看我了 你不知道为了你 我过得多苦 我真是低估了陆泽不要脸的程度 柳念念还在一旁看着 他就这般与我诉苦 与我何关 你自己想要的孩子 活该吃苦 他瞪着眼睛看我 青筋暴跳 仿佛要随时抱起 最终却只能像之斗败了的公鸡 那我还不是都为了你吗 柳念念愿毒地盯着我 好像我才是那个 拆散他们的第三者 瞧瞧看 所谓的真爱 把他摧残成了什么样子 婆婆姗姗来迟 一进门看到地上碎瓷片 就指着柳念念鼻子骂 伺候人都伺候不好 也不知道你爹妈是怎么养你的 还想嫁给我们阿泽 柳念念像是被骂习惯了 也不顶嘴 眼泪汪汪地看着陆泽 陆泽哥哥 陆泽却不护他 开口就是 婆婆是为了他好 实在是懒得看这样的闹剧 我淡淡开口 陆泽 谁许你让柳念念搬进来 口口声声说要痛改前非 就是这样改的 他慌了神 急忙要解释 我又怎么会给他开口的机会 你我夫妻情分已尽 等孩子生下 我会起诉离婚 婆婆叫骂起来 说我是没心肝的东西 陆泽还要要要求 我已经转身离开 柳念念小跑着跟出来 我回头看着他脸上泪痕 为个男人把自己弄成这样 值得吗 柳念念一抹眼泪 恨得咬牙 你别以为你赢了 陆泽哥哥只是喜欢你的钱 他的心在我这里 我不会输 蠢得无药可救 陆泽在医院生产时 我在跟买家商讨房子的价格 他跟婆婆住的那套房 是我的婚前财产 我有权利做任何处理 倒也不是缺钱要卖房 只是觉得那房子被贱人住过 晦气得很 合同签下时 陆泽给我发来了婴儿的照片 七个月大的早产儿 全坐在保温箱里 瘦小得像只猫 我把卖房的事告诉他 下一秒就来了电话 陆泽的声音很虚弱 还带着哭腔 晚晚 你真的要这么绝情 我才刚给你生了女儿 是生了女儿 但不是给我 柳念念才是会真心疼 这个婴儿的母亲 毕竟是她和陆泽的爱情结晶 陆泽还在产房里 她就急着给我打电话 要我别忘了承诺 尽快离婚 有个愿意配合的傻子真好 我甚至不用自己 跑一趟医院 就能拿到亲子鉴定报告 我只回了一句 知道了 就挂断电话 婴儿满月那天 我收到了柳念念 送来的亲子鉴定报告 作为证据交给我的律师 以及录音 聊天记录和监控 都能佐证陆泽婚内出轨 我说过 他别想拿到我的一分钱 陆泽收到法院传票的后一天 我带人在房子里打砸一通 家电 灯饰都砸得粉碎 婆婆看着一片狼藉 发出了杀猪式的嚎叫 助手 都滚蛋 我要告你们私闯民宅 我走到他面前 房本上是我的名字 该滚蛋的是你和你儿子 陆泽在卧室里躺着 手里死死攥着那张法院传票 事到如今 他终于装不下去 恨恨地盯着我 林婉 你别想摆脱我 你女儿是我生的 你那些财产必须分我一半 我吃笑一声 把报告甩到他脸上 看好了 那是你和柳念念的孩子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陆泽几乎要发疯 将那份报告翻来覆去地看 一直念叨着不可能 满心打算化作泡影 难怪他如此癫狂 贱人 你和柳念念联手算计我 他扑上来要打我 可惜身子太虚 被我按在地上狠狠扇了几巴掌 陆泽 你猜我手里的证据和请的律师 能不能盼你净身出户 离婚官司打得很成功 我没再多分经历在那奇葩一家 事业蒸蒸日上 偶有闲暇 我就世界各地到处飞去旅游 如果旅途中没有阴魂不散的江温 就更好了 再得到陆泽的消息 是婆婆葬礼 老太太身体好得很 骤然去世是在我意料之外 仔细打听了才知道 自我跟陆泽离婚后 柳念念就成了那对奇葩母子 发泄的对象 陆泽愿他和我联手欺瞒他 破坏了吞没家产的美梦 婆婆愿他 卵子质量不行 没能让陆泽生出儿子 断了老陆家的香火 柳念念想象中 陆泽的绘画天赋 并没有得以展现 事实证明他真的只是驼烂你 被迫从我的房子搬离后 一家三口挤在三十来平的出租房里 柳念念还要照顾陆泽和婆婆的饮食起居 真爱并不像柳念念想的那样无敌 经年累月的责骂和虐打 激起了他心中难平的怨愿 许是故意 许是无心 柳念念在和婆婆的一次争执中 把他推下了楼梯 老太太后脑磕在台阶上 当场死亡 柳念念被判过失 致人死亡 陆泽心里本就恨意滔天 咬死了不肯签谅解书 要求法院重判 当然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唯一的交集 不过是葬礼后一个月 陌生的电话打进来 开口是路泽的声音 背景音是风在呼啸和杂乱的人生 林婉 你一点都不念着我们曾经相爱的十年吗 我装作没听轻易声声别跳 反唇相机 那你在和你妈商讨 怎么毒死我的时候 想过那十年吗 那头沉默许久 誓然一笑 林婉 你记住了 我今天的死是因为你 就算成为厉鬼 我也会缠你一辈子 众物落地 应是一滩烂泥 我从不后悔 如果柳念念没有找上门 如果我没听到那一通电话 也许今日买骨之人就是我 我无愧于心 昭帝是那个不姓孩子的名字 婆婆明知路泽没了生育能力 却依然要把执念强加于 刚满月的孩子身上 路泽离世 柳念念尚在狱中 举目无亲 小昭帝两岁就被送进福利院 我曾在一次旅途中 结识一对中年夫妻 他们喜爱孩子 却都不能生育 了解到小昭帝的情况后 他们决定收养 而我会承担所有的抚养费 一直到他成年 就算是我给他被毁掉的人生 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 随安是他们给小昭帝取的新名字 是念九兰山 随遇随安 后来我也见过随安一面 那时他刚上初中 眼角眉梢都透着幸福 和身边的同学谈笑 清零得像一只蝴蝶 愿他此后平安顺遂 而我自当追求我新的人生 结束了 不要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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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